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里边有这种类似的情节 就是某个神仙或者菩萨 他身边的比方说坐骑 比方说宠物 在天上带够了 觉得这没什么意思 你看是身边有着主人在这管着 挺难受的 他一看这人间挺好 自个儿还有点能耐 沾点仙气 有点法力 到下边做个孽 兴风作浪 有点资本 我干脆我上人间过两天好日子 所以总有这神仙的坐骑约宠物 到下界兴风作浪 当然有个直接目的 也想吃汤僧肉 而且这些畜生 他抓准了一个诀窍 叫天上一日 地下一年 就在天上一天 地下是一年 在天上他丢了三天了 跑了 可能神仙没发现 但在这人间 已经过三年 逍遥自在的好日子了 所以他按这逻辑一推 西游记里好多的这些畜生 都从自己主人身边 往下边跑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几个 西游记里边 挺典型的这种宠物 观音菩萨在莲花池养大的金鱼下界为妖 究竟是主人的管教不严 还是宠物仗势而骄 月亮之上的嫦娥仙子 为何走到哪儿都要手捧月兔 二郎神法力高强 笑天犬如何让主人如虎添翼 老梁故事会 神仙的别样爱宠 从哪说起呢 咱们说这个唐僧师徒西天取经 最后把这经书啊 都弄到手了 往回走 他们离了西天大雷印寺呢 这边呢 佛祖呢 在上面啊 一幕合十 突然间 他问身边观音菩萨 这会儿呢 唐僧师徒呢 已经呢 到了通天河了 这河水也挺深 这时候呢 河面上出了一个老乌龟 乌龟 书里叫老园 其实就乌龟的意思啊 说这圣僧 你还记不记得 你从通天河这往西天去的时候 就是我驮你过去的 唐僧说记得记得 这回你回来 我接着驮你过去吧 就这么这师徒四人呢 就站到这个乌龟盖上边了 这老乌龟呢 河里肚子过来 肚子半截 突然间这个乌龟 扭过脑子 问唐僧一句话 唐僧一拍脑子坏了 到西天太忙活了 没问这事 唐僧也不是撒谎的人呢 这个 我给你忘了 这老乌龟一看可气坏了 你这圣僧说话不算数 一翻身 把这师徒撕个端 给折腾 那么说这个老乌龟从哪来的呢 其实在这里头 他就是作为一个陪衬 原来这个老乌龟呢 就在通天河这修行 结果不知道哪天呢 突然间跑了一个金鱼精 这个金鱼精呢 法力比这老乌龟高 把这乌龟地盘给占了 占了通天河 拿着一个酒瓣的铜锤 自称我是灵感大王 然后让附近村子的人呢 来给他上供 供什么呢 他要吃童男童女 所以这金鱼精在通天河 作为作府的时候呢 正赶上师徒四人呢 从东土大堂往西天取经来 就过了这通天河 就这么的把那金鱼精给赶跑了 这有这么段故事 说这金鱼精占了老乌龟地盘 这金鱼精是哪来的呢 不得了 他有来历 乃是啊 这个南海观音大士 莲花池里养的一尾金鱼 说白了就是观音大士的宠物 他下届 兴风作浪 有人说这不好弄 他能耐也不是那么大 能耐不大可是不大 他水性特别好 因为水里的东西嘛 而偏偏师徒四人要过去 非得从通天河上走 他在水底下一豁来 你过不去 孙悟空能耐大 但孙悟空水性一般 说这架金斗云过去 那不行 你们仨人 这个猪八戒 沙僧孙悟空 你金斗云过去 无所谓 唐僧是个肉体繁台 再说这么弄 这是作弊 不算你西天取经 一道一道光过 所以非得从这走不可 孙悟空没办法 一打听来历 说这是观音大士的一尾金鱼 孙悟空眼珠一转得了吧 我去趟南海吧 到紫竹林找观音大士 说孙悟空为什么这么谨慎 孙悟空摸不清楚 这妖怪底细 就说我这儿啊 要想想办法找朋友帮忙 把从水里弄出弄死也不难 我能得比他大 可是不知道这个金鱼精啊 跟观音啥关系 你这西天取经 要把观音得罪了 那还有好吗 所以孙悟空想来想去 我谨慎点吧 就来到这个南海 结果他真去得着了 到门口呢 这不是这个龙女跟善才童子 善才童子是谁 红孩儿 这也是孙悟空 让观音给收过来 还有在后山 这个开山的黑熊怪 谁 获起观音院里偷袈裟的头熊 后来给这观音 看那个后边的落架山 所以观音身边 好多人跟孙悟空有缘分 一看这猴头又来了 准是有难处了 说你赶紧禀报观音 说观音大师正睡觉 你没起来 你该赶紧去 有急事 说我那儿有个金云是他这儿的 结果这话一说 观音刚起来 噗噜噗噜 连衣服都没穿好 光着脚就出来了 怎么回事 孙悟空说 你那儿有个金云 跑通胎河去了 我师父就过不去了 观音扑子说 那咱赶紧走 孙悟空说 那您得穿好衣服 咱再走 就这么早去了 孙悟空一看 对了心观则乱的 说明这金云 还真就是菩萨个宠物 就这么的 菩萨到通天河 把这金云收走了 用个篮子给弄走了 他弄走之后怎么办 那还能怎么办 宰相门上七品锅 照理说 吃了同男同女 这么大罪锅 应该是处罚的 但是你看西游记 凡是这时候没下文了 最多是挨顿打 拉倒了 不用说还回到 这个南海紫竹林 还在那莲花池里 接着游玩当宠物 所以这个事你能看出 吴承恩写这事干嘛 那都是强烈的影射现实的 来这个对社会 仇恶现象的一种揭露 当然再说这神仙的宠物 也不都是这样 这个祸人 也有不错的 哪有不错的呢 你看西游记前面 孙悟空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 最后让谁给收拾了呢 太阳老君加二郎神 其实不对 还得加油 加上二郎神的宠物 孝天犬 这么最后是 太阳老君金刚圈往下一扔 把孙悟空砸跟头 然后这狗扑上来 咬着孙悟空 二郎神上来把孙悟空弄弄 是这么过程 这孝天犬呢 就是宠物里边算比较好的 说它什么形象呢 咱看老板西游记里啊 演孝天犬的狗呢 是个德国黑背 说这德国黑背 就孝天犬的不对 孝天犬的真实面貌 跟德国黑背 差得太远了 孝天犬是哪种狗呢 就点类似腊肠那种狗 细 特别细 因为《风神演义》里说的 孝天犬其实是细腰犬 就是狗的腰很细 很苗头 但是很灵 说怎么叫孝天犬呢 细腰俩字 细它的生母是西 腰它生母是凹 中国古人祝音叫反切 取前面生母 取后孕母凑到一块 细腰 细腰孝 就是孝字 本来它叫孝犬 后来加个字叫孝天犬 显得很有声势 说这条犬是跟二郎神什么关系呢 这二郎神呢 是这个玉皇大帝的外星 驻守在关江口 这二郎神呢 当年呢 就是呢 到下巴溜的时候 就发现有人呢 要吃这条狗 他就把这狗给买下来 买之后 他自个儿也嫌养了废尸 他送出去 送出有一天呢 他在关江口坐着掐指一钻 说不对 我送出那条狗又有事 他就到这地方一看 果然 就要他这条狗的人 要把这狗杀了 他又赶紧把这狗救下来 这两番解救 他觉得我真跟这狗啊 有缘分 就把这狗留到身边了 一来二去 咱平常人养狗也知道 狗跟你待时间长了 对主人的脾气秉性啊 要做的事 他都掌握了 所以一点一点的 这个孝天犬跟着二郎神呢 学会了好多东西 能帮二郎神做很多事 而且总跟神仙在一块待着 这战斗力成倍往上增长 所以后来这孝天犬 成了二郎神打猎的时候 最得力的助手 二郎神一点点的对这孝天犬呢 是越来越好 因为这神仙旁边 他也没多少人 有这么个宠物 对他来说精神是个很大慰藉 所以他对这狗也非常好 有的说二郎神可没人味 说怎么你看 二郎神的妹妹 就三圣母 玉皇大帝的外甥女人 这三圣母撕炼凡尘 给凡人书生刘延长 俩人好了 还生了孩子了 最后二郎神出面呢 直接把自个妹妹 给压到华山顶下了 所以后来那小孩呢 就沉香 劈蝉救母 宝恋灯的故事呢 说这二郎神 不光把自个妹妹 压华山顶下 还让孝天犬 咬自个外甥 你别救你母亲 说这人不没人味吗 其实那倒不是 二郎神呢 是神话体系里 少有的 非常忠诚的 非常恪守职责的大神 不玩乎职守 你看在风神榜里 他跟着江子牙 也是一步一驱 什么事完成得很好 就是天庭上有这些借条 我就得照着来 我大义灭亲 绝不寻思舞弊 所以说这个事 你不能说 他宝链灯里头 对自个妹妹 自个外甥不好 他就如何如何 那倒不是 关键是 他为什么跟这个狗感情深 老莱顾鲁会 是由小鸟电动车 独家冠冥播出 这个其实神仙 你要细分析分析 挺没劲的 这个凡人做神仙 之前呢 一般都有的 结了婚了 也有孩子的 可是如果你做了神仙呢 那就不能成婚 也不能有孩子 因为神仙道教体系 他要紧 紧致你有这些 正常的男女欲望 他为啥这样 他讲理 你说这个中国古代 说这人 结婚生孩子 是为了什么 但是咱们今天说 这个隐私男女 人之大于存言 但过去主要目的呢 一个是繁衍后代 为社会进步 你得打一基础 得有人口 第二个 养儿防老 我也有老那天 谁养护 我得养个孩子 所以婚姻 互相之间 婚配 一个是繁衍后代 一个是养儿防老 那么你要做神仙 他用不着了 神仙他不死 总也不死 他要什么后代 是吧 他用不着了 他就长生不老了 所以不存在 繁衍生息问题 再第二个 说养儿防老 那扯他 神仙自个儿 也不老 完全自个儿 能养不起自己 所以在这时候 我前面说的 婚姻两大功能 就没了 所以在中国 传统文化体系里 神仙锦衣 不结婚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说 这不结婚容易 这个结婚俩人在一块 那不是个伴吗 有点心里话 互相聊聊什么的 这谁就没这么个人 所以身边有个宠物 其实就把他 当做个伴侣 可以在感情上 精神上进行沟通 其实你要分析 二郎神和这孝天犬关系 那跟咱们 现代社会 养宠物一模一样 咱有时候 你看有的人 对狗对猫 那个好 旁边都笑话 我看你 对你媳妇也没那么好 我看你对你爸爸 都没这么好 其实咱这话 分两头说 你确实有的人 对宠物比对人都好 你看有的老头老太太 养个宠物 管狗叫儿子 叫闺女 为什么呢 他这亲生儿女 都不像狗那么体贴 总也不回去看见 老头身边 有这么个狗 挺好 这狗还值得 雕个拖鞋 雕个报纸什么的 所以为什么 这人跟宠物 感情能这么好 他主要是 人和人的感情 没到那程度 他自然一大部分感情 就转到宠物身上 所以这跟我刚才分析 杨二郎和笑天犬关系 那是很像的 所以咱们现在 有的朋友说 谁谁谁老头 你看看那狗 比对他儿子强 说谁谁 对这个什么什么 挺好 那关键在于 他在亲人身上 没有得到感情危机 他就会转移 所以对宠物的感情 其实是对人的感情的转移 不是宠物就比人高贵 关键是人没坐到那 那没办法 宠物就进来 来补偿来 和这个类似的 谁是宠物 还有谁呢 嫦娥和玉兔 这个嫦娥玉兔啊 很多人就觉得挺有意思 说你岳宫里头 嫦娥跟玉兔 广汉宫很寂寞 就他们俩 说嫦娥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 李商银写诗 阴木珠光 朱颖身 嫦娥见落 小星辰 嫦娥应悔 偷灵药 碧海青天 叶月心 就是当年 说嫦娥和后裔是两口子 这后裔厉害 射掉九个太阳 说这俩人 人给留一个 长生不老的飞天药 所以嫦娥搁手里留着 留留也不怎么说 后来自个儿把那药吃了 自个儿飞上去了 飞人家后悔了 月宫里太寂寞 就一人 那么历史 故了故事相传 他又说的比这个戏 说怎么回事 这个药留着 本来他是打算 跟后裔两个人 修炼到一定程度 一起吃药 上天的 可是后裔有个徒弟 这徒弟叫彭蒙 这个彭蒙也挺坏 一旁边 嫉妒这个 自个儿师父 有这么漂亮老婆 逗点色心 再一个 他也知道他是有长生不老药 我弄了多好 有一天赶后裔出去打猎 这彭蒙就跑到 嫦娥家里来 把师娘 这我来看见的 这嬉皮笑脸的 完了这嫦娥就是 肯定很不愿意 你这晚辈哪能对我这样的 你对我有这种心思 把他骂了一动 彭蒙一看 胸相鼻露 我来不为别的 你把他要给我 就抢了 说大石石头在哪 就不能去了 尝一看这坏了 赶紧把药钻手里 一看就被他抢去了 没办法 赶紧吞进去 自己忽悠悠悠 顿窗飘出去 上天了 就这么才把后裔 扔到地上 遗人 说这作孽子 做的彭蒙 那么说这彭蒙 后来是谁呢 各位觉得想不到 彭蒙就是后来的猪八戒 成了天鹏元帅 上了天了 这个常哥到天上来 这不给玉皇大帝跳舞吗 跳完玉皇大帝 你别走了 在这待两天 身边有玉兔 你惦记 你都给抱过来了 来吧 就在这待着 这时候周八戒喝点酒 晃了晃当 调戏常哥 常哥一来气告状 玉皇大帝 才是打了天鹏元帅 两清锤 然后下戒投胎 错头住胎 落到云战洞 这才有周八戒 你想想打了两千多锤 这多狠啊 就随便这酒醉 调戏下妇女 就这么大水果 那玉皇大帝 家里头那些女的 也都不消停 七千女下来跟东勇好了 织女下来跟牛郎好了 外女三生母 跟刘炎长好了 你他家里竟这事 他也没怎么在乎 怎么这事对周八戒 处分这么重呢 周八戒前世是那彭蒙 他有点残留印象 自个儿师娘漂亮 他竟然调戏嫦娥 等于是调戏自个儿师娘的 所以这事违背伦理道德 玉皇大帝一看 你调戏平辈行 你调戏你师娘 我得罚你 这才转世投胎 投了猪胎 那么说到这儿 嫦娥身边的玉兔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和这故事没关系 这个玉兔啊 其实在一定程度讲 是嫦娥的情人 说怎么个情人呢 咱那把这段给大伙补上 这里头还有这后裔 后裔跟嫦娥是铁党的两口子 这没错 说还有另外个版本传说 说这嫦娥呢 是天帝的女儿 天帝身边呢 有文臣武将 武将里头老大的是后裔 能力很大 射落九个太阳 帮天帝很多忙 文臣里头呢 有一位呢 文章写得好 而且是促有涛略 这人叫张李子 这么两个人 这个张李子特喜欢嫦娥 嫦娥也喜欢他 后裔也喜欢嫦娥 这时候就是上天出了十个太阳 天帝一看得管 让谁去后裔去 后裔说 皇上 我这一去 危难重重 都不见得能活着回来 我对你忠心耿耿 有一样 我万一完成任务 活着回来 你得把嫦娥嫁给后裔 天帝一看可以啊 行啊 结果后裔真做到 回来没办法 嫦娥就嫁给后裔 嫁给后裔时间长了 嫦娥一看 自己确实不喜欢后裔 俩人在一块很痛 有这么一天 嫦娥在后花园里 那石子花草 突然发现一只小兔子 把这小兔子抱起一看 俩眼睛是红的 是你像现在兔子眼睛红的 还直流眼泪 这嫦娥就说坏了 再一打听之呢 张丽子 由于没娶到嫦娥 欲欲而终死了 说这欲兔啊 就是她魂魄所望 嫦娥一看得了 这我这情人找我来了 我得跟他在那儿 就把菩萨给了药 我一吃 吸了呼毒 就飞到院里去了 带着兔子就走了 算是跟心上人 总算在一块儿 所以其实这传说是啥呢 就过去的包办婚姻 那肯定有很多啊 阴差阳错 不愿意在一块儿待着的 乱打鸳鸯谱的 所以有的人也就编这么一个故事呢 意思说还希望跟自己心上人能在一块儿 总希望在封建礼教速度之下呢 能够找出一条途径追求自己的幸福 所以你看咱今天说这个金玉京和这个掌权者身边的近人这个腐败关系 孝天权呢 就如同人的感情得不到满足 转移到宠物上 你最后再说这欲痛呢 是希望能够在重重礼教压迫之下 找出一条追寻自己生活幸福的爱情之路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话体系里头啊 它不糟禁东西 随随便便一件东西 你批解一下 都是神话世界和人间对应这种反应 它就好比那戏剧理论里讲 说这舞台上 这背景里头墙上挂把剑 到最后剑没拔出来 这设计这剑就不对 你记住中国这个神话 没有糟禁东西的时候 它只要有这一个 必然是和我们人间现实生活有联系的 你细琢磨琢磨 细想想 这里头都有一些能对应上的东西 所以在虽然说的是神仙的宠物 其实还是讲咱们人间这种不平的现象 好 感谢您的收看这期老蓝故事会 老蓝故事会是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冰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